嗨 欢迎来到不爱就散 方玉我们两个都结婚时间很久了 那时候你是在饭店结婚 还是在一个比方说像宗教的场合结婚 我呢有两个 一个应该是 两个 传统仪式那种 传统仪式的迎娶 那时候我就觉得 哇那个迎娶仪式还蛮伤人 因为要泼水又要丢扇子 还有打扇 他打扇没有吗 我有打扇 真的哦 有个阿姨有帮我打扇 对 然后他丢那个扇子 然后那个 我还记得哭到那个 你知道那个要跟爸爸妈妈 这个那个叫什么 我跟我爸爸抱一下时候我也有哭 对那个好奇怪 你们一直要觉得 前一秒完全没有哦 对都没有 然后你很难理解 因为我家住桃园嘛 那结婚也不过就在台北 其实你开个车三四十分钟就到 到底为什么要哭 你真的不知道哎 然后那时候我觉得结那个婚 然后当然就在宴客 然后宴客就觉得很累 所以我一直觉得 这个仪式到底要做给谁的 你知道吗 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就结婚了吧 哎可是我 他就是要让我们久久以后还记得哭的那一幕跟那个感觉 我真的只记得结婚只记得这件事 好 那因为我是在圣家堂结婚的 对所以就会念那个婚姻试词嘛 那我现在的这个神父院帮人家就是主持过太多太多婚礼弥撒 所以他也会被婚姻试词就很有意思 那我觉得今天个案你要跟我们聊的就是婚姻到流或者是要散的时候 如果他变成了一种宗教性 我觉得对对当事人来说可能还会蛮伤的 我觉得婚姻变成了一种信仰而不是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而变成了一种信仰的时候对我来讲 我自己处理好多好多的个案都有类似的情形 然后你会觉得他是一个放在很高的位置很崇高的位置 我觉得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我觉得崇高有时候我会懂得珍惜嘛 然后我记得那一对夫妻就是两个结婚几年 譬如说结婚20年 他大概就16年或16年不在身边 也就是他们的分区期间很长 也就是说我那时候印象当中就是 他的婚龄有三分之二是处在分居的状态 是因为工作吗 没有 不是台商 不是 不是 然后是歪吗 也不是 是个性不合吗 也不是 大家再想想看 什么事情会是一个破裂的 我们说另外一个人迷路吗 一直找不到回家的路 因为最多的是 一个是太空人嘛 太太带小孩到美国念书 这个非常有 然后另外在我们台湾很特殊的就是台商 然后夫妻分两地 对你说三分之二的婚龄分开两地 对 我很难想象 很难想象对不对 他就是因为他结婚了没多久之后 然后老婆就怀孕了 怀孕就有了小孩 这不是很完美吗 但他开始破裂了 破裂是因为照顾小孩吗 他先不要 他先不要 其实不是先不要 小孩这一件事情还不是真正 我们通常都是教养不一致 他在破裂 他挑战了这个男性的童年记忆 因为他是一个没有爸爸的家庭 他是一个严重的一个受暴的一个目睹暴力的孩子 所以我 所以意思是说他对当爸爸这件事就很抗拒 对 他突然整个把他的童年创伤整个翻上来 所以他一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 他突然不知道自己怎么当爸爸 所以他就 离家 离家了 他就去流浪 流浪的意思是说 他就可能到 他因为他心里有很大的恐慌 然后他对于自己为什么 没有办法当爸爸这件事 看到孩子他就怕 因为他那个孩子连接到是他的童年记忆 所以他就远离这个家 然后这个老婆就一直守护着这个家 那就是守护了十几年 那孩子都从baby变成独国中了 是 爸爸几乎不认识孩子了 哇 这好特别 从来没有耳闻过这种 对 所以你知道那个童年创伤没有处理的时候 会到亲密关系里头 他会变成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然后呢 这个孩子呢 孩子就是一直跟着妈妈 然后我觉得这个太太也有很大的包容 就是一直等候着他 我觉得那时候他大概 譬如说我分居了十三年 好举例来讲 他十三年 可是他大概中间有五年是在打官司 就是打一个离婚官司 然后那时候这个男性呢 他就是打离婚 然后他老婆就 就是他 这先生就觉得说 那我们就结束这个婚姻关系好了 是你也不要再等了 就是当父亲这件事情 他确定他这一生他没有办法扮演这个角色 他过不去 那所以他就跟他老婆肯谈 他说我 我有这样的一个创伤 他也告诉他说我这个创伤是怎么来的 怎么 而且他是甚至说我持续的在心理智商 我告诉你我真的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我想请问一下方玉 他们在结婚的时候 他有没有告诉过他的太太 他是无法要小孩 他真的不要小孩 他不知道 他没有跟他太讲 他没有讲是因为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说 当他看到他太太怀孕 然后这个孩子降生的时候 他会有这么大的恐惧 对 他不晓得他有 他原先一开始他是不太知道说 我为什么这么痛苦 那为什么这么揪心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透过心理智商去厘清了 他对他的所有童年记忆 整个翻上来 那个当然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下一次我们有机会 我会再讲他的创伤是怎么来的 所以这很难就是用不守婚姻承诺 这件事情来看待会有指责 指责这个男的 因为他已经 他就是很诚实 很诚恳地说 他很诚恳地说 然后呢 他没有办法留在这个 有父亲角色的婚姻关系里 对 那我当然对一个关系 在这件事我有一个看见 就是说 今天如果你真的是爱这个男人 他有了这个苦 你要不要成全 我觉得我会 我会 因为我们的关系已经 已经没有办法了 因为当我同时是妻子也是母亲的时候 那他无法成为我母亲的另一半 他也不可能成为我妻子的另一半 是 所以我觉得都还 也不敢想象是成全 就是这是没有办法走下去 对 可是没办法走下去 这个女的 这位女性朋友 她还是很坚强的 我想坚强 还是很坚异 她要继续等着 就等到她先生 期待她先生经过整个自伤之后 她可以 但她自伤了很多年 就是说不可以 那所以哪个是你的客户 是这个先生 是这位先生 哇 你那时候 你那时候怎么看整件事 我那时候觉得 两个都苦了 我坦白想做僵尸案件 就是觉得 你不是用对错来看 而是两个都受苦了 我举例来讲 这位女性朋友 她的苦是什么 她觉得她用了一个 我们可以想象中 最大的包容 来包容这整件事 对啊 等候了超过十年 超过十年 然后她也单自己 把这个家庭的担子 都单起来了 照顾这个孩子 然后陪伴这个孩子 家用也是这个 她自己负担的 所以我觉得她 她做尽了一个 为人妻跟为人母 会做的事情 那么她不太懂得 为什么我是回不了家的 这个男人是回不了家的 那这个男人就是 我不愿意看到你 好 那这个男人的想法是什么 大家也可以想一想 这个男人的想法是 当我告诉你 我的苦的时候 你如果真的关心我 你为什么不能听进去 我的苦 你死守着一个空壳子的婚姻 到底目的是为了什么 你为什么一定要让我 绑在你身边 让我的配偶兰就是一定是有你 难道不行没有吗 所以方玉丽说 对你的完全的信任跟了解 其实 这一个没有办法再走回家庭的这个先生 他的情况是真实的 对不对 就是这个样 他是真实的 对啦 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没有过的创痛经验 不能够随便的去否认说 这有这么严重吗 我觉得这是没有任何人有一个资格这样讲 对 然后当然我也跟资商师聊一些这样的事情 那么因为他是属于长期的一个个案 所以其实所以我才可以跟念华老师说 这是他真实的人生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就跟他讲 我说如果今天法律没有办法离这个婚 那么你的心理也要离这个婚 你才自由 他那一刻他听懂了 他说我知道了一件事情 我想 当然我必须先讲我这边有改编嘛 但是我先讲我讲的那一段话 这段话就是当时我说的 就是说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我知道你有一个很核心的价值 就是感情的自然流动 我们刚才在讲结婚有好多的仪式 可是你有像我啦 我不知道念华老师 我的仪式感其实哪一刻是真实的情感 真正的流动就是跟爸爸说再见的时候 坦白讲 坦白讲那个仪式感是在那里 所以我知道我这位男性朋友是 他对于真实的感情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强调的 他可能也是属于一个在这部分比较敏感的 他是他的工作也好或者他的人生也好 他是一个相当右大脑发展的就是很感性的 那么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办法去接受他的太太 为什么没办法跟他做一个情感真正的交流 也就是说看见你的苦也看见我的苦 我们其实找到方法 反而是只是要一个形式上的婚姻在那里 那当然最后法院还是没有准这个离婚 所以我就跟他讲 那么法律的不准 但是不代表你心里不会达到另外一个离婚 就是精神跟感情的离婚 那一刻当我讲这的时候他开始自由了 他就觉得说对 我只要这样子想之后 我突然觉得可以呼吸到空气 我突然不会这么痛苦了 所以我觉得他虽然就把法律搁一边 但是他开始自由 我指的自由是心里的自由 所以他就开始比较 我觉得他的状况都会比较好一点 那我在这里有头我要讲一下 他们有没有走上法院 然后是没有判离 就是说你的这个客户 你的客户他找的是说分居 他离家这么久 13年 这个分居可不可以判离 在法院没有判离 法院没有判离 就是我们在讲 因为错的是他 因为是他离家的 那你严格讲 你对这个女性来讲 还是没有犯什么样的错 那你们听到十几年 这件事就会去讲 好多人都会问我这一题 到底台湾分居多久是可以离婚的 像举例来讲 有人说分 有没有什么分居两年就可以离婚的 可是我跟各位讲 就是说有的人以为以时间的长度 来作为一个判准的依据就对了 分居两年 或分居五年了 那我先讲一下 就是说现在好多人都要说修法 可是眼前还没有修法 所以有关于法律规定分居多久可以离这件事 法律目前是没有的 目前法律没有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处理的 就是你只要分居长达六个月以上 你就可能把你们财产可以做一个分别财产制的宣告 也就是说你可以让你们财产先分开 就是不会说你这阵子工作 你分居了十几年 然后你工作前还要分给对方 就比较不会有这种事发生了 所以有一个部分就是你可以处理分别财产制 第二个你也可以处理孩子的监护权 所以我刚才讲那个故事里头 那个孩子的监护权就可以被处理 只要你分居长达六个月以上 那么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日后 他们真的有做财产分配 也就是不管你是离婚 或者请求这个剩余财产分配的时候 你的分居长久是可以在这个 我们在说这个财产分配有一个叫调整权 那个是去年刚修正通过的 所以你们的分居的长久 在财产分配上也会做参考 所以不一定会是二分之一 而是会做到一个调整 那这个是目前台湾法律 针对于分居这件事情 所做出来的一个法律上规定 我们谈到今天第六集 我觉得这个故事让我觉得很 蛮多悲哀的情绪的 蛮多悲哀的情绪的 然后我们一开始讲婚姻的承诺 我想每个人在承诺的时候 我们宁可相信 当我们决定要结婚的时候 那个承诺本身都是真的 只是能够hold住这个承诺 然后去对抗一切一切变化的 那个生命力 我们一定要接受 每个人的生命力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并不是他坏他错 他就是他 那我们愿不愿意接受 我想接受他就是他 或许那才是爱或是关系的本质 对我觉得老师你讲 我好认同你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处理30年 好多人把婚姻当作一个仪式在走秀 对我来讲就是在走 但是婚姻的本身是两个人的人生 包括你的孩子的人生 那么你如何在这个人生里头走的是有爱的 这件事情绝对比那个仪式还重要 如果爱的关系是断裂的时候 不妨再回头想一想 你当时的那个承诺 到底是承诺的是什么样的内涵 我相信也都是一个爱的承诺 那爱的本质又是什么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再去沉淀了 对啊 所以谁说我们这个对谈是叫人家 我们是说在散之前 你有很多很多可以停下来 想一想让这个爱重新流动的机会 不过题目还是叫下次记得收看 不爱就散 拜拜